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的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2月13日星期日 早晨时间早晨早晨 今节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刘可言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 沙冷戏 3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首先说一下 昨晚我们在晚间直播的时候 已经新鲜滚热 说了李家超公布了一系列 和内地当局方面 昨天在研讨会里面讨论出来的成果 很晚了 晚上9点过后 再和大家马上汇报 看到标题 后面的backdrop 写着 疫情越趋严峻 争分夺妙抗疫 这个很重要的 除了他之外 他是负责讲的 他身边还有其他的 我们熟悉的面孔都有在 他们都是很累的 都是风尘薄薄 有陈肇始 邓炳强 陈帆 和曾国慧的 我们都要向他们致敬感谢 因为都知道大家是紧张这个疫情 和很想知道 现在纷纷摇摇底下 究竟今次的交流会 中央有什么的帮助 能够给到香港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气氛呢 很明显就是那些什么政棍 什么议员 什么政党 甚至乎那些什么蓝营KOL 又做些什么联署 有些什么声明 又说要建议这样建议那样 又说到自己和中央方面好像有 另一些渠道 另一种的关系 什么说谁会跟着走 特区政府就不会 说到这么多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人听 那一刻才得人害怕 有些人就会营造到一种气氛 特区政府听了都不做 要这些叫做议员 或者民间的KOL 不停推他 推到他会做为止 这些是非常之恶劣的操作 不过也是现在香港一个可悲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都信这些人所说的 或者会附和这些人去说 李家超说完之后 我想大家的心都要定了很多 究竟会不会好像他们所说的东西那么疯 会不会真的要去到封城 因此昨天为什么有些网友都说了给大家 不同地方的超市都出现了一个叫做抢购潮 会不会是有些人担心 李家超昨晚会跟大家说会封城 会不会害怕这些 记住那帮政棍也好 区议员也好 议员也好 他们有他们说实际做起来是要全门考虑的 李家超都很快已经说明了 是不考虑封城 还有说到有一点都很重要 刚才说到已经是超市大数货 也都说广东省方面 会帮助香港食品和物资方面的供应是会稳定的 这里真的充心感谢了 有了这一句 我想市面上就不会这么容易又有什么抢购潮 最多都可能会贵了些少 马上这帮立法会员也好 政棍也好 都有所回应也挺搞笑的 首先说一说梁美芬 要求内地派2000人来香港 对于这什么2000人 派多少人那些 我昨晚在晚间直播都说了 即使基本上香港方面要报一报个数 和要夹一夹究竟是要什么人来 或者是要多少人 或者那个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 才再作一个详细的安排 不像梁美芬那样 想都不用想 就随便2000人 2000人 纯粹凭感觉 现在对于这五点的支持之后 梁美芬怎么说呢 她说 相信在中央全力支持下 香港可以用好一国两制最大的优势 坚守动态清零的策略 击退第五波的疫情 让香港的经济民生可以见到曙光 所以我们看到这班人的嘴念就是怎么样 如果这些说话 即使说什么不会封城 会确保大家的民生 是由特首说一定会骂到飞起 资讯会说现在不可以这样 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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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梁美芬最近出了一篇文章 大致上的内容都是这样的 那邓飞怎么说呢 她说现在政府提出的支援请求 主要集中在物资上面 那就错了 其实物资方面都是在五点那里 排得都比较厚一点 促请政府提出增加人力的支援 完全没有听书 她说每天的检测量固然重要 但是对于确诊者的跟进安排 要加快才行 她又引述一些报道 说医护和后勤人员已经不胜负荷 呼吁当局尽快交代 究竟是否要内地医护和后勤人员的支援 现在据昨天的李家超的简报都说了 这方面是会安排的 接着又补得飞 又有什么追踪功能的安心出行 对抗疫自为重要 促请当局 无论都要强化安心出行 经文乱的林建峰怎么说呢 有信心 在中央的协助下 香港可以尽快解决检疫措施 配套人手等等的问题 大力加强检测的数量 令到香港尽快走出疫境 也乐见澄清本港没有封城计划 也希望市民提高警觉 不要被某一些言论误导 也不要不必要的揣测和散播谣言 你和那些Kiroro 什么政棍那些说先 那些KOL先 那些全部都是随口说当比较的 说说这些东西是对抗疫没有帮助 你们其实自己也是 你们说的 又说什么要出信给林郑 要去这样那样的 又说要去签名 那些立法会的同事先说 不如 就是为什么令到社会撕裂就是这些东西 记住这个交流会 不是你们说到有的 还有如果真的你们说到有的话 里面的讨论内容应该是围绕着你们的诉求 但又没有又不觉 那又去了哪里呢 麻烦麻烦你收声 这些是不是为社会添烦添乱呢 大家一定要用心想一想 假设你看到一些朋友 买到整个屋都是野食的 昨天就去买的那些 搞到一些网友晚上回到超市的时候 都没错要买的 连面都只剩下 那些不是那么好吃的那些 那如果买到整个屋都是的人 想一想 哪个突然间 搞到我会走到控肠去买的呢 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讯息 为什么会被人误导到呢 那当然我也知道大家都不想的 但是最可悟的都是这些似作俑者 那我们也要说一说 国务院港澳办也都发了一个声明 也都是说今次的交流会的事情 那而当中的主持就是 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 他都再次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 关于全力支持香港抗疫的消息给大家听 确保对香港的物资供应 以及不同其他的抗疫的工作 也都强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 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支持香港去压制这个疫情 现在这么快速蔓延的势头 尽快稳控着这个疫情 也说到一个重点 李卡超在这个记者会里也说给大家 重点即使告诉大家 只要大家现在 紧守特区政府 新一轮的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 只要大家真的愿意去配合 就能够很有效地对抗疫情 因为由高峰回落 一定是要一些时间 一定要给一些时间慢慢下去才行 要等那些确诊的人 或者初步确诊的人 他们简单说一句就是 让他们全部发出来 要病发的 真的病发了 治理好的话 没有新增的感染 或者减慢这个叫新增的感染 因为始终 在这个社区上面 还有不少的隐形传播链 有隐形传播链的情况下 唯有大家 就要减少自己的外出活动 这样才行 如果你还要到处去的话 不去不行 不去好像生痕那些 不要这样 太瘋了 不要太自私 你的求神求好运 可能就影响了很多香港人都不顶 所以这一点 真的大家要记住了 好了 回来讲讲另一些消息 对于 昨天有一个火魔 就说不满大围新翠村的检测站的安排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满 那现在呢 更加多的资料 说回来 这个人除了没什么做之外 原来就说他对于 这些检测站的安排不满 然后我在想 你都失业的 有什么不满 如果你花多些时间去排队的话 那又有什么大不了 衰点说一句 在场很多排队的 那些都是在上班 或者有自己本身的东西要做的 还见到不少的网友跟我们说 有些真的放了工 都要马上飞到去排队检测的 因为不是人人能够清晨 清晨那一转又夹不到上班时间 所以都是麻烦的 那大家呢 都是这样去排队的 那不知为什么这个瘋子呢 这样做 那再说多些些情况 可能那些网友昨晚没有听我们直播 还有我们昨晚直播 有少少油管方面的故障 就不是我那个线路故障 有两次跳了出去 这一段 我们后半段是讲关于火魔的 就好像不是那么顺 我应该会剪出来 等大家可以再听回 可以听得顺畅一些 或者可以未听的网友 都可以去听一下 那我给少少少时间 我今天呢 展触出来 多谢大家 昨天大概下午4点多钟 一个电脑 他点着了村里面 一个大型的垃圾车 有四个小车 在下底有一个红色的盖 有些绿色的 红盖 黑色车身的 很大 整个人这么大 放几个人 然后把垃圾车 推入检测站 那时候已经点火了 根据现场消息 有人在那里叫 香港人反抗 幸好没有人 就响应他的呼吁 他也是孤狼 站下的人 看到他 立刻冲 想将火去撲拭他 他本来在检测站 后门推入检测站 职员也有点奇怪 为什么突然会有垃圾车 这样推过来 还要着火 职员就喝止 他当然不管 还拿一支止汗剂 噴向这个垃圾车 令火势更加大 马上在场的职员 即时将它按下 我还记得 有个蟾背着斜背包 立刻扑出来 拧开水倒入淋色的火 作用不是那么大 但也比没有好 警员接报到场 就在身上找到两个打火机 和一把15cm长的戒刀 经过初步调查 就说应该是不满 这个检测站的安排 所以要制造混乱表达不满 那他是真是瘋子 真是精神方面有些问题 他有情绪病记录 所以稍后 已经是 带去警署调查 之所以 是不是什么黑暴重临 还是怎样 我想都是个别的 网友 瘋起来 就做出这些行为 然后我想很搞笑 如果你这么不满去那个检测的安排 那离不开 都要等得久 不好意思说一句 你现在又去找垃圾车 又要找止汗剂 又助言剂 又戒刀 又这样那样 又要找后门 又推进去 又这样那样 然后搞到被人拘捕 现在呢 又要文化 又要保释 又要搜你家 不要搞那么多了 你搞得来 都已经检测完了 神经病 是不是瘋子 这些人 不过好彩了 检测站的帐篇里面 就刚好是没有人的 如果有人的话 这件事 这么想反抗的 我想已经是 很多 不是拘捕了 拘捕了 坐牢 或者坐完牢 还压 或者去到BNO组家 还响应你的呼吁出来 和你反抗的 强攻检测站 我想都应该都没什么人 会愿意陪你这样做 再这点也好 有时的东西 人手不够 要排队 都很无奈 刚才一开始 听到议员也好 或者说起 因为医院超负荷 暂时来说 见到公布的数字 就有3478人 就家居检疫 卫生署就说了几招出来 我们教大家 如何和确诊的家人共处 因为现在有些人 很久都留在家 等死 天啊 世界末日 不如说一说这三招 有时我都发觉 一个记者会 可能很长 这么长来说 可能未必人人都会 听足这么久 或者有些地方走开了 没有回忆 那我们再说一些 让大家听一下 一起知道 这些知识都不错 对不对 好了 说一说这三招 如何和确诊家人共处 记得在卫生署说 不是我说的 第一就是家中 每一个家人都要戴口罩 以及要留意家居的消毒 确诊家人 用完洗手间之后 应该 首先准备好消毒用品 例如漂白水等等 确诊者最好 就独立留在一个房间里面 避免和家人共用这些物品 就算这个家人 他没有一间独立的房间 如果真的 这么不幸 我想真的要让给他用一用 到时最多 日后再消毒 所有东西都 另外也说有不少的疑似确诊 或者叫初步确诊的个案 逗留在家 等了一段时间才能够叫做送院 卫生署昨天在记者会也有说 由于这些个案不断地上升 医护人员面对着庞大的压力 所以短时间将病人送院方面 真的有点难度 医管局方面已经增加了人手 晚上也都继续安排病人入院 或者入住检疫中心 情况就逐渐改善 这些大家要留意着 调动人手 不是说跑过去 那就OK的 一定有其他不同的配套 要做到才行 因为你有人之外 还要有物资给他才行 如果医护人员 没有物资的话 那他怎么帮你 还有那些资料 记录 和行政上的安排 是真的要想一想的 如果所以 为什么要有医管局 他们有些高层人士 是负责行政 就是这样的 他们负责的行政 当然被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么高薪 其实就是在这些时候 要发挥他们 如何安排整个医管局 人手的调动 资源的分配 有限的资源 平时大家都知道 大家来时去到医院 都看到 肯定室方面 都会有很多人 整天都说要等很久 其他不同的东西 都要轮候 排期 其实很多人都在等 这些医疗服务 现在如果再遇上疫情 为什么会那么快 就超负货 其实不是没有道理 或者现在大家都可以 叫做养成在家的习惯 就摆定一瓶酒精 我不知道香港多不多 会买到稀释了的酒精 台湾地区就很流行 有时你去到一些地方 疫情之前都已经有的了 就有一支酒精 放在喷头那些酒精 就给你到处喷一下 或者有个小机 按按按 噶噶噶噶噶噶 噶噶噶噶 噶噶噶噶 就在纸巾上 有些特别的纸巾 把酒精噴下去 你就用来抹一下厕所板 抹一下不同的东西 等你快速可以用来抹东西 有些就没有酒精 但就有消毒成分 我不太知道什么 也会劝你 有时你用完的洗手间 离手 将某些地方噴一下 烧一烧毒 然后才行 都OK 当然 做不做就一件事 又或者有一些 一罐这样的消毒纸巾 一张一张拔出来 好像高乐士都有 不是帮你卖广告 那里面的成分 都是 应该好像是漂白水 当然稀释了 也有消毒成分 大家不知道 会不会有 买一罐 有时拔出来 抹一下东西 抹一下门柄 因为有时你回到家的时候 就会关门 有些人说 不用那么夸张 门柄 周围抹一下 周围抹一下 摸过的东西 什么鞋跪的门 就抹下去 小心使得万年船 对于医疗方面的紧张 昨天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 也有解释 过去一个礼拜 社会上对于初步确诊的个案处理方法 有很多不同的讨论 局方听到很多意见 也引起了不少误解 他也说急症室目前是异常的繁忙 不少的初步确诊人士都要等候这个福检 所以跟大家说一声 为免增加急症室的负荷和感染风险 呼吁市民 如果真的有其他轻微的医疗需要的病人 尽量去普通科 或者向私家医生那边求医 所知的轻微受伤或者是身体不息 我也试过很多年前 我踏单车撞损了膝盖 我也是找私家医生的 因为等得来真的有时间搞了 因为又不算叫做好严重 所以就不会被我这么快排得到 但我真的很痛 有趕时间 我唯有马上转的士 去了找私家诊所 有些人会开24小时 找他们处理好伤口 基本上都OK的 也都说 如果市民用这个叫快速抗原 测试是呈阳性的话 应该要保持冷静 不是说 天啊 为什么这么久都来救我 不是这样 还有可能家人又会拍门 放我出去 我不想和他一起 先不要这样 冷静 先留在家 找人代为安排 这个胸后腿液的福检 或者找物流公司 就代为收集 如果收到短信 通知是初步确诊 没有病征 或者病征轻名的人 应该尽量留在家 卫生署会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期间当然要注意这个感染的控制 刚才也提到有几点 大家要做做它 医管局的职员 原来会主动致电 给一些等候时间比较久 还有有特别需要的平人 会了解他的需要 澄清一些误解 我也明白 有些case 可能被媒体放大 说得很夸张世界末日 尤其李立业也有和大家说一些感性的说话 他就说局方会尽量照顾新管的病人 即使部分没有办法即时安排入院 都会承诺优先处理病情严重 长者和小朋友这些病人 都说到了疫情变化很快 确诊个案几何级上升 也说公众因为这样 而对医管局的讯息有误会 希望公众諒解諒解 亦都说了目前真的有病人 要等几天才能够送院 情况不理想 再一次希望市民见谅见谅 好了 尤其都说多一件 这些癫脑真的一个都嫌多 竟然有些人网上鼓吹什么 确诊的人去蓝店一天游去播毒 这个癫脑原来是一个32岁的电器维修员 现在被拘捕 这些是相当之人渣来的 这个香港你也有份住在这里 你也有份 记住这样做法 就会涉嫌违反了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里面的法例 根据警方透露 原来这个癫脑也是迹犯 说他在上年在同一个网上平台里面 都发布一些鼓吹他人 交叉法官的言论 也是正被扣查 这个癫脑也挺可怕的 叫大家全港蓝店一日游 什么四维去播毒 找到这个癫脑出来的时候 说他的精神其实没有异样 行动里面就捡获一部电话 行动仍然在进行中 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不知道还有什么癫脑 希望就不要有人有样学样 这些真的相当的疯了 今天的早晨时段说到这里 多谢各位 拜拜